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仍然较低天气寒冷未来三天 具体预报 今天夜间全省情间多云明天白天 全省情间多云明天夜间到31日 石家庄 苍州以北地区情转多云 其中 张家口 承德西部 宝定西北部 多云转因有小雪或零星小雪 其他地区情间多云31日夜间 到2019年1月1日 霸上地区因有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 其他地区多云转情平均气温 较历史同期偏低假日期间 河北受冷高压控制 气温回升缓慢平均气温 较历史同期偏低二摄氏度左右 有最低气温北部地区为负20至负12 其中 霸上地区为负28至负23 其他地区为负12至负5 最高气温北部地区为负10至负5 其中霸上地区为负12至负8 其他地区为负6至5 2019年1月1日 中北部地区有西北风4至5及阵风6至7级 最低温较低 注意防寒30日 河北大部地区最低气温略有上升 北部地区社区市张家口 承德 唐山 秦皇岛 最低气温为零下19摄氏度 至零下13摄氏度 中南部地区各社区市 为零下14摄氏度 至零下9摄氏度 31日大部地区最低气温略有上升 北部地区四摄氏市最低气温 为零下17摄氏度 至零下12摄氏度 中南部地区各社区市 为零下12摄氏度 至零下8摄氏度 2019年1月1日 大部地区最低气温略有上升 北部地区四摄氏市 最低气温为零下16摄氏度 至零下12摄氏度 中南部地区各社区市 为零下11摄氏度 至零下7摄氏度 30至31日气象扩散条件逐渐转差空气质量方面 据河北省环境气象中心 预计30至31日近地面转为偏南风控制 气象扩散条件逐渐转差中南部地区将出现轻中度污染 个别时段可能达到重度污染 2019年1月1日 受偏西北弱冷空气影响污染发展 得到抑制部分地区有所缓解 严冬养生关键词时移温温性食物 如羊肉、牛肉、鸡肉、猪腰等 有助于体内阳气的生发 黑芝麻、黑木耳、黑豆等黑色食物多能入肾 使冬季养肾的首选食物 睡衣早为了顺应冬藏人们的起屈上 应注意早睡晚起 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清晨不妨爱床几分钟深深揽腰 或者靠在床头坐三五分钟再起 动一慢动藏食节锻炼 要有节制微微出汗 就好建议选择一些舒缓的运动 如慢跑、踢阵子、打拳、散步等 头以暖头部、胸背部、足部 是需要重点保暖的部位 避免失发出门 胸背不可多加件衣服选择保暖的鞋子 并经常用热水泡脚型一瓶 注意积极调节心态 极致喜怒多听音乐参加娱乐活动 还要多晒太阳接受光和作用 静心等待寒冷过后的春色 感谢观看